两个不同的人能走到最后吗 女朋友喜欢外出社交 和朋友们一起玩 而我更喜欢宅在家里 喝喝茶谈谈情 过着自己喜欢的生活 这么多一起去 你今天都不聊啊 不聊 那些朋友我都不认识 我真不去了 那好了 我走了 然后拜拜 正常时 我喜欢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而她才更希望 先解决当心的情绪 你这人怎么这么不讲理呢 你是跟我家里的 还是跟我谈恋爱的 你就不能先哄哄我吗 你又来 我时常想 如此不同的我们 能继续走下去吗 知道有次 她的做法 让我改变了这个想法 这个难不难 我也想学 为什么 我也想和你的公共爱好呢 不难啊 我教你啊 行 你坐 我刚才报告一下 是不是这样 虽然她学得很努力 练得也很认真 但手指的疼疼 却让她连最简单的和弦 都按不出来 我告诉她 不太有这么大的压力 但她却不是这么认为 我不 我就是想跟你 有共同的爱好 我学过就能跟你一起谈了 可是我现在怎么做就不会 我太不满了 我知道她这是酸酸酸的 不同的兴趣爱好和平凡的争吵 让她对我们的感情感到了迷茫 现在她正在努力地向我靠近 我也要给她记忆地回应才行 哎呀 每个人身上的东西不一样 你不用非得跟我学啊 科技改变生活 如果这种木吉他解决不了 那这种黑黑吉他一定可以解决 这是什么啊 这个是Label Line无线吉他 吉他里的自动档 这样你能和我一块弹琴了 是怎么做 用手机连接 你看这个琴上面有指示刀 按照歌词定用的颜色来弹 就自动演奏和弦 你试试 哦 真的 是吧 在这个APP里啊 还能设置鼓器 里面有鼓和贝斯 如果你以后你都熟练了 你自己一个人就能当一个乐队 是很好玩 确实很好玩啊 而且这烟气还这么小 我去哪里带着啊 必须的 我去哪里带着啊 这 capable的 我去哪里带着啊 我去哪里带着啊 是吧 那我的人特别 我去哪里带着啊 嗯 有一个人等于 我去哪里带着啊 在这地方 那边带着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